今天是相當多話題的 事實上 尼諾貝爾得獎越來越近 我們不需要擔心這個題目的問題 但是在這個星期實際上有一個相當轟動的主流新聞 就是美國的太空總署它利用一個人造衛星 射到一個小行星那裡 是的 它那個人物的名字都簡稱為飛鏢 DARTS 很多時候的Equonim這些簡稱實際上後面有意思的 因為它雖然叫做Double Asteroid Redirection Test 這個其實是隨便的 最重要是DARTS飛鏢 那接著竟然中靶 一下子飛下去就射中了 那這件事為什麼會成為一個主流新聞呢? 因為我看新聞的時候 就是將這件事和以往的科幻片去比較的 就是以往的科幻片講這個問題是否準確的 你講70年代美80年代初那些這樣的日本拯救地球動漫 你說到它那些什麼千年女王那些這麼遙遠的 一直都在說有個外星去侵襲地球 我們有沒有辦法去推開它 其實在我們一直用科學角度來看 我認為這個機率很難才能做到的 以前還在說你要提早50年發現它 然後再想一下可以對它做些什麼 但是現在對於那個 你知道我們放上天空的衛星 那些對於這麼小的物體的觀察能力 越來越好 越來越小 光度越低 但是也是比較遠的東西 我們都能夠及早發現和準確掌握它的軌道 照計我們追蹤能力是高了的 所以接著來的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確認到有些東西將會去侵襲地球的時候 我們有多少能力可以去干擾它的軌道 令它不要再打到地球上呢 於是就有了這次這個太空總署DART的任務 它就真的去射一些東西上去 然後真的去擊中了這個目標 其實我覺得就是一個叫做 好像以前科幻故事 科幻動畫 現在開始有些苗頭好像是真的 我們接下來是否真的可以射一些東西上去 去干擾小行星軌道令到拯救地球 似乎好像要在做 但是我從那個學理上去理論上去看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認真有理論上突破的東西 是技術上可不可行的問題 是的 技術上的問題 這樣說吧 那個技術上也都背後去殞藏的意思就是 我們有能力很精確地去攻擊我們要攻擊的目標 其實現在就是說 你都可以說是一個精準科學的一個結果來的 好 這裡有幾個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這個 mission 其實都做了一段時間 那個問題就是 現在這個小行星 我看看影響一下 它實際上對地球是否真的有真正的危險 有威脅呢 是的 這次找一些目標的物體 就不是真的 如果我們知道有真東西去試 這個就不是試 是直接做 現在就是 首先我們要在天空上面 找一些適當的物件去射它 看看我們射不射得中 它最好有回到一輩子 還有就是 像我們一般見到的小行星的 如果那個東西是大的 在說土星木星的 我知道它一定不會跌下來撞下來的 是吧 我知道我射上去 它一定是動都不動的 沒有意思的 是吧 反過來如果它是太小 而是周圍飛的時候 譬如說是太空垃圾這麼小的時候 那你又要擔心 你萬一射歪了不中的時候 彈了去哪裡呢 你要負責的 所以你就想到了 這東西不可以太大 不可以太小 不可以太遠 不可以太近 是吧 那它這次找到一個對象 我覺得很有趣的 它就是距離 我們也有這麼算近的東西來的 它那個的目標物呢 是大約距離地球是1100萬公里 那如果你計一計的數一下 太陽 不是 地球和月亮的距離 大約30多萬公里 這個地球和月亮的距離 那這個倍數其實就不是很大 其實火星軌道都不動 其實在講的 就是一個都是地球軌道附近的一些距離 那其實是挺合理的 但是好了 它又不要太大不要太小 最好就是 就算被我射中都好 都不要受這麼大的影響 而它的影響最好呢 又被我看得到 是吧 你如果射件東西太大 它撞完之後 基本上沒有反應給你 或者有反應 反應太小的 你量不到 那你又不知道自己的成果是怎樣的 太小的話 你不小心射得它厲害了 它不知道彈了去哪裡 所以你也要找一個距離 適中不大不小的 我覺得它找這個目標是有意思的 它找了一個距離我們地球 是比起和月亮距離多30倍左右的一個物體 其實那個物體不是只有第一件 它是有一個主體 旁邊再有一塊衛星兜著它 我們這次去射的就是那個東西上面的衛星 那為什麼要選一個這樣的系統呢 就是因為它那件東西 就是我們準備要射擊的那件東西 那個圍繞著一個小行星轉的衛星仔 這個這樣的目標物呢 它是被那個小行星約束著它的軌道 那就是說呢 那個小行星自己基本上又跟著地球 這樣一起圍繞著太陽轉 它上面那個這樣的目標物呢 就是它的小月亮仔 那件東西大約有幾大呢 都應該整個大一個足球場這樣 可能再大一些 但是如果說的質量呢 就以百萬噸計的這樣的質量 大約五百萬噸左右 一個這樣的質量 而在地球來說 你都是一個可以想像到的一個重量 你可能在說的一個真的一個足球場 挖出來的一個地這麼大塊 那那個石頭就以百萬噸計的了 我們就要射擊一個這麼小的範圍 在由地球射到30倍 和地球月亮之間的距離 這個在說的 一百一十萬公里的這個距離 要射中它 一個這麼小的東西 首先你要射中已經不容易 它射中完之後呢 它怎麼評估呢 它不是說整個小行星的月亮仔 就不是一下子會被我們射得掉的 它只不過是射到它的軌道 作一個輕微的改變的 就是我們選的時候 我們希望它本身那件東西 有一個穩定的運動在這裡 然後我們評估一下 它被我們這個飛鏢撞擊了之後 它那個原本穩定的運動 被改變了多少 所以我覺得它這次找一個 圍繞著小行星 一個不是離我們太遠的小行星 上面有一個衛星仔來射 那件東西又不大不小 我們可以觀察得到 可以看得到它上面的軌道的變化的話 那是一個好的對象 現在客觀的效果就是 結果還未出現 我們知道是中了 但是我想台長你也有看過那條片 他們因為有條片 一路就說 一路撞就來撞就來撞去 當然不是很連續的片 但是你每一格幾秒去更新一格畫面 看著那個小行星上面的衛星那個表面 越來越近越來近 最後就一個紅色黑色畫面 然後就沒有了 然後那幫人就很開心了 射中了 那你已經算得到的 其實這個這樣的訊號一來一回 需要一個時間 光速由地球去到那個月亮那裡 一秒左右 然後現在是三十多倍的月亮 和地球的距離 那就是說 你預了在上面發出來的訊號 半分鐘才來到地球 但是我們一路撞之前就發射的訊號下來 我們看到它撞擊到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 那它就說 那個運轉那個軌道 那個數值 我真的整個單位我自己看完 我自己都忘記了 它圍繞著那個小行星 那個目標物是圍繞著那個小行星 所以它有一個軌道的周期 它軌道的周期好像是十五個小時那樣的 好像是十五個小時那樣的 還是十五分鐘呢 我真的要我自己都忘記了 但是大家可能要找回 再糾正吧 但是現在就是說 經過這次撞擊之後 它就會是由十五個多鐘 就加減十分鐘那樣的 就是變成那個軌道周期 是有一個很輕微的變化 就是說它沒有離開那個小行星 那個目標物依然是圍繞著那個小行星 但是就被我們撞一撞之後 它就會 軌道周期變了 短了的 它就說會短了的 因為消耗了它一些應該在軌道上面的動能 於是它跌了下去一個 不是 它如果軌道周期短了 是的 它跌了到低一點的軌道那裡 就會轉得快了 軌道周期就會短了 它撞的速度也挺快的 是以這個每小時兩萬公里的速度 就是如果計算每秒 我今天粗略計算每秒四百公里 每秒四百公里有一個什麼概念 洲際彈道導彈 每秒六公里七公里八公里 然後你要去逃出地球引力 每秒十一公里 就是在說你登月計劃 你一定要至少能夠給到每十一公里 你要逃出太陽系 在說是每秒二十多公里 那現在在說這個撞擊的速度 我們是NASA射出去的那件事 它加速是可以去到每秒四百公里 所以它是一路攜帶著很多的燃料 一路狂加速狂加速 然後就瞄準就撞下去 其實都挺模擬到我們實際 但是如果真真正正的受到這些小行星 侵襲的時候我們就有個火箭 聲音的就衝到那裡 然後一下子就撞下去 看看它的軌道可以看到 基本上這個就是這個任務的參數 有少許資料可以補充一下 其一就是它叫什麼名字 它叫Dimorphos 這個是希臘文來的 不是希臘文的意思 就是在希臘那裡拿出來 古希臘文 但是就是兩個Morphos form 就是兩個形態 而且去主持這個Dart mission 除了NASA之外 就是John Hopkins University Applied Physics Laboratory 就好像我和你也有個朋友 在那裡教了書 是的 John Hopkins去過Physics 你問我是不是最出名的 又不是但是都夠厲害的了 最出名的就是醫學院那些 醫學院從來都是非常非常第一線的 在美國來說 好了 這個事情 對我來說 理論性不是太強大 但是實用性是非常強的 實用性強在哪裡呢 有人就說 這個情況證實了我們被恐龍聰明 因為恐龍做不到的事情 我們做到了 恐龍就看著小行星掉下來 什麼都做不到 是的 是的 但是是不是言之上早呢 做完是不是徒勞無功呢 那現在就 都真是言之上早的 那因為呢 我們希望呢 射了下去之後呢 就令到那件事的軌道 就好像我們預期中 縮短了一些 那現在呢 就說呢 要透過未來 我們剛剛這幾天收到的新聞 那其實你可以隔多兩三個禮拜 或者四至六個禮拜 我也不知道 當他們呢 要繼續找回那件事的軌道 再量度一次 看看是不是真的那個改變 好像我們想像中一樣 如果是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claim 這次的行動是成功的 但是距離實際的應用有多遠呢 那其實說真的 我不知道那個 就是撞擊那個火箭 自己本身是多重 通常那個重量的數量級 都是以噸計或者以十噸計 就是不會很大件的去哪 但是它的撞擊速度是很大的 那你可以想像就是 這件東西本身 我當它是一噸也好 十噸也好 它和自己相距一百萬倍 或者十萬倍的物件去相撞 那你可以想像到 最後出來的那個速度改變 是會很小很小的 那如果你問我就是 要實際應用的時候 是什麼呢 就是呢 你很可能未來就是 一堆的火箭射下去 要求的速度是更加高 攜帶的重量更加多 你帶更加多的燃料 更加多的重量去 甚至乎帶一些爆炸物 在上面再撞擊下去 甚至乎呢 我看過一些科幻片就是 講的那支火箭 簡直就是 不一定是撞上去 是上去之後著陸了 黏著在那個小行星裡 然後就開著火箭噴射 就將它整個推走 這個也是有想像的 但是你說最簡單的就是 直接去自己 develop 速度一下就撞下去 這樣一下就撞下去了 那通常你如果 將來真的有那些小行星 你要撞上去去 你就不是一支了 是連續很多支 可能最後成五十支 一百支 終於能夠改變到 它小小的角度 讓它呢 就偏離了 就不再撞地下了 最後可能是 是啊 那這要看一看 因為YouTube上可能版權的問題 我們未必放得到那支影片 但是大家一定要看那支影片 如果是我們港版的時候 那在Patreon上我會加上去的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今次這個實驗 我們搞一次成功了的話 是不是代表說 在將來如果有這些隕石 小行星射到地球的時候 接近地球的時候 我們可以射低它呢? 理論上是的 但是當然最重要就是說 你什麼時候決定射還是不射呢? 嗯 因為最重要是你能夠精確掌握軌道 哇 你要告訴別人 不射不行的 你真的要是那個精確度 因為你每射之上 它支支都是錢來的 嗯 還有就是最害怕就是說 你以為它會中 原來它不中的 誰知道你動了它之後 它不中 變了中 這個就捉蟲了 最害怕是這樣的 是吧 那現在的數據 現在的數據 應該是有信心的 所以如果今次的任務 最後的結果 越在我們的五差範圍掌握以來 我們就越有能力去說服人家 就是我們已經掌握到足夠的精確度 去做我們想做的效果 所以我就覺得 我是很期待著 未來幾個星期去公佈最新的消息 就是說軌道 是不是合乎我們想像中的改變 那我們接下來會更新這件事 下兩個星期 但是呢 這裡也要提提 美國那個Artemis 就是登月計劃那支火箭 又要再延期了 所以就有時候 這些這麼大的project 錯失就難以避免的 因為實際太多不同的變數要考慮 是啊 就沒有辦法了 這些就是寧願拖就不要硬來 就是你沒有辦法 透過純粹一個人的主觀願望 去改變一個工程上的錯誤的 所以有問題就立刻fix 就是這樣而已 唯有就是 據這個中國方面的報導 就是中國是在2025年 會開始有這個太空旅行 那這件事你覺得那個可能性有多高呢? 其實都越來越可行的了 問題就是你怎樣去 就是你變成旅行的意思就是 你的成本能夠押得低 變成商業化了 就是真的你可以透過收那個門票 收其它贊助 令到你可以回到本 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你說如果上太空就一早 就是中國也做到 還有太空站 但是你說如果做到旅行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他們能不能夠有效地 將這個太空旅行的成本去壓低 或者去那個商業管理系統那裡 就是管理是如何 你問我 我覺得這個就更加多 是那個成本控制 管理上的問題就多些 但是你如果問我 現在中國大陸 它做了很長時間的 就是那種商業的衛星發射 它一直賺錢做很多 因為它做得比美國便宜 所以它做很多 那問題是你如果說到再人的話 其實又是另一個層次 就是因為你有安全上的顧慮 還有就是你也都 就是那個是一個旅行性質 就是如果你射衛星上去 你不是衛星去旅行 那件事上是有用的 是為你帶來利潤的 如果純粹旅行的時候 有沒有人願意去給這個錢 就是為了這一趟這樣 這個就很視乎就是 你的成本可以壓到多低 但是我覺得是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發覺 一個中國航天 要你去到這個西窗那裡上飛機 準備上太空 那我覺得不奇怪的 這件事是應該做得到的 以中國那麼多有錢人 就他們不會淪色的 因為所以上去所以打卡 那後面我們大家看到 就是肺高在這個 一個無重力的狀態之下 踢足球 那這個是地球來的 不是在太空 這個很有趣的 你看到無重狀態 一定會聯想到太空 但是你說如果在地球上面 想要有一個好像一個無重的效果 就是你不停的 自由落體 那你怎樣實現一個 比較安全的自由落體 你就是坐著飛機 上到很高之後 衝回來 一個自由落體的狀態 那中間的歷史不長 因為你上不可以上得太高 然後下降的時候 你當然不可以撞到地下 到這個時候 你就叫一些人坐著 就把機器屈平 修正那個軌道 那中間就有一個大約 一分多兩分鐘左右的時間 就可以大家一起經歷那個無重狀態 就夠他們踢了一場小小的球 好像說一場球都二比一的 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如果看過那個片子都挺有趣的 應該就是那些信用卡公司 有份贊助這次的活動 就是在飛機上面無意的 我覺得就是噱頭來的 但是我很記得就是說 在十幾年前的有一套 就是《荷里活》那些太空片 他為了想拍出那種 在太空艙裡面的無重狀態效果 就是需要叫一些演員 就不停地在這樣的飛機上飛來演戲 我們有講過的 是的 是的 那都不簡單 但是現在就 後來就得意到 連Steven Hawking都試過上飛機 經歷過這種無重狀態 現在就簡直到 就叫阿肺高上去踢球給你看 無重狀態之下踢球 我想最後那些片段 都變成這個信用卡公司的廣告 是的 信用卡是什麼名字 我們不說了 免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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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得他應我們 你說我應他 那個高度就是二萬多呎 這個是相當高的 但是不要緊 這個也跟剛才一樣 因為基於YouTube版權的情況 我就不便在這裏 另外再在一些連結 台長會去自己的Patreon節目 或者如果我們科學生資頻道 我都會在那個留言 放回那個連結給大家看 好 這節做得很長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好嗎 好嗎